近日在安徽邦步,一名老人乘电梯时没踩稳,连带着身边的人一起在运行的电梯上向后仰去。 千军一发之际,一名女安保人员赶忙冲上电梯,拖住了老人。 事情发生在安徽省邦步市博物馆的一处手扶电梯上。 监控画面显示,下午2点35分30秒,一名女子扶着一位老人踏上了手扶电梯。 上行一段后,老人突然身体向后仰去。 在一旁的女子也被连带着向后仰。 当时我正在安静,看到一位母女上电梯,大概是电梯没有站稳,就是想要倒了。 然后我就是,就没有考虑的吧,就是毫不犹豫的就冲上去了。 我当时心想,以我的力量,就是扶他一把,想弄手,给他抵住,结果电梯有个惯性嘛。 他两个又太重了,一惯性就把我冲倒了,然后又倒在电梯上面,滚下了两层电梯。 然后结果他两个也就倒了,然后就摔在我的身份。 此时又来了几位工作人员,其中一人按下了位于电梯右侧的停止开关。 由于及时相救,老人并未受伤,同行的女子只是轻微擦伤。 而用身体挡住他们的安保人员楚修梅,背部却多处刮伤和淤青,目前已无大碍。